你逛收音啊 老估计 我收音 我那几块 铁砖的收不住 地方还带这 铁砖 上面还带这 意思是古代的 古代的 不说 还能过去的 墙里又拔出来的 就是拔房子拔出来的 拔出来 前几天有个收破了 他够了 一百块钱我没给他 我看看是啥东西 我看看 我看看 我先瞅瞅 我先瞅瞅 带这的铁砖 看看 我拎下 我拎一下 拎一下 拎一下 我的天 好重啊 这 这得最起码的 七八斤 在这的铁砖 收破烂的 三块给一百块钱 我的天 这上面确实在这 大爷 你这幸亏没卖给人家呀 你这是捡到大宝了 你刚才说这是啥 带这的铁砖是吧 我跟你说 这是银锭 古代的银锭 你回了 我拔出来 你知道多少大人 我看他前两个拔出来五块 拔出来五块 总共拔出来五块 人家给你要走两块 这是银锭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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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还是宋代的 这是宋代的呀 距今没有一千年 也得有八百年了 不是铁的 你这大爷 你家里没有吸铁石吗 那是不是铁的 用吸铁石一吸不就知道了 哎呀 你这还弄了一下是吧 你以为是铁的 这不是铁的 这不是铁的 这我的天呀 大爷你这发财了 哎呀 这么大一块 我的天呀 这都是宋代的时候 就这小地主 都没有这么大一块的银子 啊 这铁的吗 铁呢 我还不知道了 哎呀 这上面还带这 大爷你发财了 你发财了 哎呀 这一个我估计最起码 得有两三千克 这一克现在就像这种带这的宋代的 这东西 一克几十块 就这一个好几万 是吗 对 就这一个能值好几万 你用啥钱了 就这俩虽然小一点 我的天呀 这一个也得一两千克 这一 这总共下来 就这 就这三个东西 我跟你说 最起码一二十万是有了 哎 我这也得千克上过了 一百块钱我没给他 那你幸亏没给人家 那收不 对呀 收不二的 他不懂这个呀 他就上天了 没有一百块钱 不是大爷 你这是在哪挖的呀 一百天了 啊 把那个楼缝 那个楼砖头 给咱们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们真的能挠过 那以前的砖头是大青砖 哦 大青砖 驴都 驴都 好厉害 驴都有五块 只有叫那个 鞠油 纳都两块 这叫三块 我会 我看这不赖 我看这带 哎呦 这好看 铁定不是现在的东西 我 发财了 发财了 这是银的 我跟你这样说 大爷 给你讲一下 这个宋代 宋代以前 比如唐代啊 或者往前面说 他这个银定啊 他跟就那个明代啊 清代的银定不一样 清代明代的银定 都一般都是元宝样式的 对不对 但是宋代 宋代以前的这个银定呢 都是这样的 对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还有那种马蹄筋 马蹄筋 马蹄筋样式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圆的 圆的 像马蹄一样圆的 然后这边缺一块那样的 到那个明代 到清代之后 他那个银定 都变成银元宝那样的了 知道了没 这看着像砖头 它就确实 就像一个砖头 但是这可不是砖头 铁类类的 那我 这咋弄 今天这是想卖 你要整今天了 你要整 我给你吧 那行 那我等一会给你算一算 这反正你这是发财了 你这八房子 这是八发财了 你请我吃饭 行 行行行 我给你这样吧 我给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他这个具体的 这 然后我给你订个价 行吧 这样大爷 我看了一下 确实时间挺长的 然后呢 这个字啊 这两块小的 我看字还是比较 那个那个啥的 比较清楚的 这落款都比较清楚 一刻呢 我给你按25块钱 一刻按25 具体多重呢 等一会咱上称称一下 因为这东西确实挺重 你整实在了吧 那行 那你看 咱不胡来 对不对 那就是这样说 你认品好 你认品好 行行行行 好好 就重重 谢谢你 你好 想弄点啥 你好了吧 你给我看按照 你处一点油味 这是银元呀 银元 我指的 看值钱不值钱 看值钱不值钱 行 我先上手抽抽 这几块银元 这都是一眼开门 品项都不错 并且还都是老五彩的 这比普通的价值都高呀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能搞吗 那不可能吧 一个小老太太 他能有啥资钱东西 小老太太 你这东西从哪来的 这是俺老的 这两年不是天气变化了吗 俺妈给俺老做长辈子 就要给俺老送过去 那不错 我好几天都没去过俺老家了 俺老这人年纪大了 谁有股臭味 咋吸都吸不掉 那老年人年纪大了 确实有 人家都说有老年老人味 对对对 我送你来的味 但是你有味归有味 你这做外孙的年纪 你说年龄多大了 八十多了 过年你不得去看看他 逢年过节你不得去看看 那这几年都没看过 那不行 就这我送了之后 他说我好啊 我从一个小柜子里 拿着一个这 看你味特别大 自从鼻子我都没想要 他说的之前 又给我了 你知道这是啥吗 这个在人家家里 这都是传家宝 并且你看这味道 都是非常好的老五彩 你姥姥把传家宝都给你了 说明你姥姥非常疼你 对不对 小柜特别疼我 现在主要他想有味我受不了 不行 作为咱说句实话的作为外孙的年纪这么大了 你得去多孝顺孝顺老人 有时候也不是说非得让你去给他多少钱 给他干多少活 有时候你过去陪老人说说话 经常去陪陪老人 这不好吗 对不对 传家宝给你了 你不要小看这几块银元 这臭红红的 当时我都想走了 哪位家妈说的 纸线我这叫你来看看 哎呀 你幸亏没扔 你要是扔了 你这把传家宝扔掉了 这一块不说多了 一千多块钱是没跑的 一千多块钱 对 像我收的话这种 我可以收到 我可以收到一千三 老五彩 你看看 每一个都是老五彩 这么漂亮 六块关支 小万八不 那肯定呀 我去他来关这纸线 你给我看看 看咱价位 一块一千三 我刚才就说了 你要卖给我的话 就是这家 七千多 对呀 不止七千多吧 我每天 六块 三六 七千八 对 七千八 我每天的老大关 这只钱 我看他还有可多了 哦 你看 你老老放的东西还不少 你这 多孝顺孝顺他 多陪他聊聊天 说说话 说实话 你老人一开心 把这东西给你了 你这 不但你孝顺老人 名声还好 嗯 结果老人还把 这这自己传家宝给你 你还得到了钱财 对 这何乐而不为呢 一听君一息话 犹如醍醐灌贴 照你这样说啊 我看老乱小丑的 老爹的一个吉士话 啊 我想要这给你 卖了之后 我好好孝顺孝顺 你就是老老 即便没有这些音乐 你也得该孝顺孝顺 该看看 该看看 对不对 你不能说因为老人身上有味儿 对不对 你就啊 你就不去看他了 这不好 是了 是了 有点太年轻 啊 呃 冲井以后啊 我想叫他卖了 赶紧赶 老老买点他爱吃的扫鸡 买点他那个软的面毛 对 都给他弄上 然后护鞋啊 那么多东西都给他买买 对对对 转个孔调 对 这样才才才对 这样做才对 谢谢你老板 那这 你所的价给你吧 给我是吧 那行 那我就留下了 好好好 你好 想弄点啥 我这有两样祖传的宝物 你看看那手机手部 行 两样祖传的宝物 我先上手看看 这 属于啥呀 这 这是国具祖传的 这个 古瓷器 古瓷器 在我家已经穿了 有几代人了 几代人了 对 那看来这是传家宝 就是俺家的传家宝 我的天呀 这小孩让微妙微笑的 老哥你这种东西 想卖多少钱呢 我不多要 一百万吧 一百万 对 我的天呀 老哥您张嘴就拿这个 就想卖一百万 俺家猪传的东西 一百万年 卖不住 家里传家宝 对 那行 是这老哥 咱店里呢 主要是玩银元 这种瓷器呀 咱是不懂 不懂 对不懂 你想要一百万 您来说地方了 然后呢 说实话 这个您说是 传了几代人的传家宝 我看着挺新的 并且 我去朋友家喝茶的时候 我见人家茶桌上 放的有这东西 这个好像叫 茶桌 有没有可能 这个东西 时间 放的 还有东西 玩银元是吧 银元倒是没有 我在甲里边 租上了有一块 黄金大头 黄金大头 我的天呀 中华民国九年 黄灿灿的 确实像黄金 咱确实像黄金 就是黄金大头 老哥 就像您这种 黄金大头 有什么来历吗 有什么来历 普通人家没有 普通人家没有 那确实 普通人家放的银元 这都是银的 大方 在民国那时候 租上国去是大官 大官 普通人给普通人的银元 补义啊 来历比较大 我的天呀 这种黄金的大头 没见过吧 我见到是见过 说实话 我没见过真的 没见过真的 今天让您见识见识 好 小心一点 再拿 老哥 您这块黄金大头 您想卖多少钱呢 想卖多少钱 应该是无价吧 我还要 无价 无价钱 那你意思就是给多少钱 你就卖 还是咋回事 不不不 小欧国的预期是五百万 五百万 对 说实话 老哥 就即便一个银的 就银元 银大头 如果是千只板的 那你五百万也买不着 你千只板的最起码 在拍卖会上还能见到 但是像这种黄金大头 如果是真的 那我肯定是第一次见 之前见到的都是假的 如果说就像这种 基本上算是股品的东西 你五百万价格要的不够 要的很低了已经 给你吧 给你到五百万 那行 老哥 您看 您要是这东西要给我 那我首先得看一下 老不老 看是不是黄金 对吧 那行 那我用手拎着 重量感觉不是太重 我再听听声音 行吗 这也不像黄金的声音 老哥 是这 就是咱们这个金属 不是说 只要是黄颜色的 它就是黄金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是黄铜的大头 现代的工艺品 我打住 我感觉是没钱 没钱 别着急 老哥 我先跟你讲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材质 是吧 从它重量 以及这个敲击的声音来看 它不是黄金的 那是咱们再看一下 它是不是老的 有没有老气 对 对不对 看清楚 首先呢 我就看一下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鞭齿吧 这个鞭齿 整个鞭齿都是整 整齐化一 那啥意思 就跟 就民国那时候铸造工艺 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我觉得它也不老 不老 对 不是真的 不是黄金的 首先不是黄金的 也不老 所以你说卖五百万 年代不起 对 我买不起 买不起 行行 对 老板 你今儿个带酒 我这几块银行 我熟了 不过熟了 我今儿个见不了家门 大爷 啥情况啊 还银员卖不出去 不让进家门 老师叔说了 这个事办不成 不要进家门 大爷这看起来 都是家传银员呀 是的呀 这是 我结婚时候 我爸给我的 鸭枪顶的银员 您结婚的时候 鸭枪顶的 家装银员 对呀 这确实是传家宝 是的呀 我都七十多了 哦 那你这家里边是碰到啥事了 需要用钱 就要卖这个 没有啥事 是我媳妇省了 省个孙 哦 省个孙子 恭喜恭喜 这个事 他老老买个 紧说 嗯 我希望问我 银水准备了啥 哦 准备了啥 我说 我也没有钱 嗯 所以我就这几块银员 给他拿出来了 几块银员 银员 这不是家传银员 也可能的 那是 把家传银员 给小孩当见面礼 那绝对是没啥问题 我跟小孩说 他想不懂 他把银员给我扔了 不喜欢银员 他说不值钱 你儿媳直接把银员给扔了 扔了 啊 那你 我说不值钱 我说可值钱 他说的 可值钱 你买了去 买了去 买一顿金桌的 哦 买一顿金桌的 就给他买金桌的 哦 确实 那你这个年轻人 对银员不懂 你都认为这个老钱币吗 还破破烂烂的 还脏不拉击的 是 不喜欢这个 还是黄金 显得实在 啊 他都是我 他说我来 资钱 资钱你卖了去吧 卖了去 买一顿金桌的 明白了 那是今天 亦是 金桌的 拿不到家 不让进家门了 您这是跟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的 是嘞 我一个贵妮 一个儿 哦 贵妮大嘞 二小嘞 我跟着儿嘞 哦 跟着儿子的 那时候 俺贵妮生 生一个外甥 嗯 我记得买个金桌的 嗯 俺书都记得这了 啊 以外甥都买金桌的了 啊 你给 秦水弄了啥 哈哈哈哈 呃 这么要紧 那你要是实在想要金桌 那这几块银元 过错有余 我想说 要不够了 呃 先叫他买了 不够了 我带爹 给你 要点钱 我再给他买点金桌的 哎呀 嗯 大爷 您这个对这个银元的价格 可能也 不太了解 嗯 不用跟你闺女要了 我给你 姑姑嫁吧 好吧 嗯 里面 四块银元 有两块大头 两块大头呢 我刚才看了都是普通版 品项上也没啥大毛病 我们搜的呢 是一千二 一千二 然后呢 这个是29年的北洋龙 并且机后面还有一点 这叫29年机后点 这个品项一般 底板也一般 像这个我们能搜到 三千五 三千五 没问题 哦 对 我没想到这之前呢 哎 最值钱的是这个 这个是大清宣山 所有的龙羊里面 龙 最威武霸气的 哎 确实 品项也不错 这个状态也非常好 壁面上没有戳 也没有划伤 像这个我们搜的话 能搜一万 哦 给他买个减缩的时候 那还得掉一点钱 那差不多吧 你看这个是一万 这个三千五 加上这两块大头 这个是两千四 这就算下来 也就一万五千九了 这这样 给您拿一万六 好 那想谢谢您 行吧 给您拿一万六 我估计啊 因为我这边也做首饰 之前也做过首饰 你小孩的那个金手镯啊 买个轻一点了 估计现在应该也就一万左右 一万左右 剩下的钱啊 嗯 阿姨 我觉得您自己留着 就别给您这个儿媳了 以后你啥时候 可能需要用钱了 你手头也有点 是吧 对对 你不然的话 要也不好要 你看听您这话说的 你金桌是不买到家 就不让您进家门 这说明 这个家里面 可能您儿媳啊 这个性格比较强势一点 是吧 是的 那那个新娘娘说起来呗 啊 那个有点 有点口 有点口 哈哈 有点凶啊 呵呵 那就这样说 啊 好嘞 我给他对象要二十万的菜类 他居然给我拿个金币来滴 你给我看这个金币 能不能值二十万 我先上手 瞅瞅 什么样的金币 好 你看看 哇 这是一个松龙瘦制金币 这块金币可了不得 来历可是非常大呀 那肯定的啊 对象说了 这是他家猪砖的 嗯 他楼台业 串给他业 他业串给他吧 现在他爸又串给他 哦 代代相传 传承有序 对 好多年了 哦 那你对象有没有告诉你 这块金币 价值多少 说了 啊 等下说了 这一块金币 源源不值二十万 价值连城 价值连城 对 呃 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这块金币 呃 我没见过这样的新的 如果是真品 那确实价值连城 呃 我 我看拍卖会上 拍过 这种 松龙受制币 这种 一两的那个银币 就银元 啊 银元 之前 应该是 八年前吧 拍卖过一次 拍了两千多万 更甚是黄金的 对啊 还对象都说了 这支店的很 特别是钱 对 等于说现在是拿这块金币 抵你那个彩礼 对啊 还对象他家 不是做生意的吗 啊 我这下财力的 我给他要二十万 他可以家里面 钱 就是资金 走转不开 嗯 他也叫这个家里面 租转这个金币 给我拿出来了 哦 做生意 现在资金周转不开了 对 然后用这块金币 来抵那个二十万的彩礼 对 我的天呀 嗯 那行 下面我讲讲我的看法 行吧 嗯 从这个重量上来看 刚才拎了一下 黄金嘛 因为我本身 是做首饰出身的 嗯 经常接触黄金 还有白银 所以这个黄金的密度啊 我非常了解 从重量上来看 这块币啊 它就不是金币 虽然很黄 但是跟黄金比起来 还是稍微颜色偏淡 所以它的材质 肯定不是黄金 让我看的话 这应该是黄铜 那不可能啊 嗯 咱们你先别着急 讲完讲完材质 咱们再讲一下啊 它的做工 不管是金币也好 银币也好 嗯 那都是清代晚期 光绪年间 那时候 慈禧太后 过寿的时候 广东那边的官员呢 专门铸造了一批这种 所以铸造的非常精美 咱们再看一块 看一下这块壁 现在整个壁面非常粗糙 然后字面的也都是压力 没压力 做工没做工 所以这个整个壁面 很刺 最后再看一下鞭齿 这种鞭齿的话 说实话在我们行内 这叫一眼假的鞭齿 明白吗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真的 但是我敢肯定 这块金币 双龙的是假的 老板你说的真的吗 我看着肯定是假的 怪不得的 我说的 不是想找转眼的人看看吗 对呀 说了 我紧密的时候都说了 这块壁你好好晃着 等于我家解了魂 有了孩子 以后我要是买房子了 或者有他大事 需要用的时候 再拿出来叫他换成钱 他都不叫我 都不叫我去拿出来 让专业人看 还不让拿出来 让专业人是看 你这是偷偷拿出来的 对 我偷偷的 我不放心 这解了魂一大事的是吧 那确实 二十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再说我也没有见过这解密 是不是 我也比较好记 那现在从这个 壁上来看的话 那反正是 你这个对象 不诚实 不诚实 这个东西你还是先拿回去 回去问一问 看是什么情况 中间有没有误会 那吃饭了 我得回去找他去 行行行 好好 谢谢了 没事没事 没事 老爷粉给我了音乐 我不知道这音乐 值钱不值钱 你赶紧给我看看 分了这么多 我先上手 瞅瞅 总共才二十多块 这能算多吗 老哥 这二十多块 是二十几块 咱们先对一下数量 25块 25块 对 我的天呀 这分现在都不少 咱们先对数量 咱们先对数量 这是五块 然后 这又是五块 这是十块 这是十五块 二十 那确实 那确实 二十五块 不多不少 对 那看来 你老爷非常疼你们 一下分 二十五块 再提这个 分二十五块 都疼 我是他的外孙 我给他妹 中共才分了五十块 你跟妹妹分五十块 一人二十五块 但是他孙子一个人二百块 一个人二百块 对 这贬心的看不清 那是 那这 不过反过来讲 老哥 您看 要是 您的爷爷 你放姻缘 那肯定给孙子的 也比给外孙子多 你说的话有毛利 现在外孙子的孙子都一样 都一样 男女都一样 那不管分多少吧 也算是 老人算是 给你们的一个福利了 你像我爷爷 我老爷 也没给我留下啥 别说是姻缘了 连铜钱都没有 那看来是 老爷家 以前不是简单人物 老爷国具 他家 他业是大地主 有名的大地主 有名的大地主 那怪不 家里边缺陷了都卖 怪不得 你为啥 老百姓家里面 一般放的也有姻缘 但是没有那么多呀 是吧 一般放个十块八块的就已经算多了 我感觉这个粉不太均匀 不太均匀 你这今天拿过来是 就 干嘛 吃多少钱 看看吃多少钱 明白了 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是普通的大头 带龙的都叫按那几个老标给藏进来了 都给亲孙子了 对 你说这啥事 因为银园里面有大头小头传羊 还有龙羊 这里面肯定龙羊价格一般会比大头小头价格高 这还真不知道 因为普通它的价格 所以过来问问看有啥区 有啥区别没有 因为这银子也知道不值钱 我刚才大致看了一下 普通的大头都是 像我们现在收啊 像这种品项 我们收到1100 1100 对 1100一块 25块的话 差不多三万块钱了 好假的 这贵不容易 别激动 我说你别激动 你以前你觉得能值多少钱一块 我看你几十块钱不得了了 几十块钱那不会 看我就刚才就说了 这老爷给的也不错 你算 你这外孙呢 都给将近三万块钱的东西了 好了吧 外孙给三万 前一随都叫你随了的话 给二十万 这区别还不够大吗 那你这咋说呀 这没法说 一般老年人都有这个老关键 他这个关键 都完全不容 我在半年会议招到 我在给的平均分 最起码的给我100块 不给我100块 也得给我890块 老干 是这样 你看给多给少的 都是老人的一片心意 你不能说 因为你分的少 你就回去找老人 是吧 你那几个老表啊 可能比较孝顺 这个老老老爷 我也比较孝顺啊 比较孝顺 全卖万 卖了三万是吧 我全都给他卖了的东西 看我给我逼他孝顺不孝顺 你的意思就是老人放哪 还有 肯定有 还有后爷的 还有好多 对 我以前不知道他有那么多 银银也不知道支那么多钱 我现在说是吧 我上抓了本 那还说啥呀 那你这就就冲这 你说句实话你得你好好的孝顺老人 对 多陪陪老人 一般老人就会把自己留的东西都给你了 说实话兄弟 我几个以赖 我只到人生分动五秒了 我这上半年没赚上这钱 我这下半年赶紧给我卖了 卖了我现在抽点钱 给老爷买点东西 行行行 确定要出手了 出手出手 那行 我下面给你算一算 好 你好 想弄点啥 你好老老板 你给我看那些 老股钱吧 还是啥 能不能值三千块钱 能不能值三千块钱 这我普通 哎呀 这些都是银元呀 都是国具类钱吧 那是 那铜钱咱就不错了 这银元隔谁家里可都是传家宝呀 那能不能值三千块钱 估计值三千块钱没啥问题 因为你这有几块大头还有一个这是湖北龙 这是湖北龙三千只多不少 那就可以 那这些铜钱可能价值不会太高 确实也都是老的 这个家里都是传家宝的东西 这为啥要卖呀 这是俺大姨的 俺大姨生命住院了 没钱交住院费 哦 这不是你的 不是我了 你大姨的 对 那你这大姨没钱交住院费 他没小孩吗 有一个就一个闺女 一个闺女 对 俺表姐 哦 那你表姐就不能给他拿点吗 拿了 都拿五百块钱都不关他了 俺表姐他家的情况也不太好 嫁了缘 嫁到新疆那边去了 哦 一家省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三个女儿两个儿 哎呀 那你 你大姨就这一个闺女 就这一个闺女 没儿子 没有 哎呀 这事弄了 他不关 俺妈叫我去关 我也过去看他 老人儿 够他自己 俺衣服走来走 哦 别人照顾都没有 吃饭他都不方便 那是 那这太可怜了 然后俺妈说叫我照顾 我给俺媳妇 基本上 有过程都去看他 洗衣服 住厨房 然后给他 交一千块钱住院费 人家又说不够了 又交一千 哦 俺家小姐也一百 都是大股的 拿着这些钱 那你还别说 你这个外甥做的挺好 那他买战业区 主要是 那是 然后他 他那个油 我听他说还差三千块钱 我给俺大姨说了 我能这个 我这个条件油油线 哦 俺大姨说了 交这种 你看能不能 哦 卖了换三千块钱 哦 等于说这这些东西是你大姨的 对对 让卖了换点钱 换三千块钱 哎呀 你看这是弄的 呃 我先给你讲讲吧 嗯 这都是大头 普通的大头 嗯 没啥板别 这个也是普通的 十年的 这个是三年的 这些大头啊 嗯 壁面没串没上 我们收的是一千亿一块 一个吗 对 这四块有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 对对对 这个湖北龙啊 我可以给你拿个三千块钱 这等于说加在一起啊 七千多块钱 对对对 这些呃 七千四 现在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些铜钱啊 这些铜钱 不打值钱 不打值钱 你说实话 呃 你要按正常来讲 我也能这么多加在一起 我也能拿个一百块钱 加在一起 七千五 这么多才一百块钱吗 那这不值钱 哎 这不值钱 呃 是这啊 你这这大姨说是家里现在条件困难 对对对 我这有啥说啥的 这些东西我都按行情来的 另外呢 再给你加五百块钱 八千 哦 老板啊 谢谢你啊 我天啊大姨谢谢你 你真是绑了大忙了 还好人多 这帮啥大忙啊 咱说句实话 碰到有难处的了 能帮点就帮点 是的 力所能及嘛 对对 谢谢你 谢谢你 哎 我感觉啊 这家里面喝点有难 有点儿啊 大姨辛苦一辈子 养着个鬼女 也不少给她处理 有钱都给她了 这到现在都拿五百块钱 说实话 嗯 你这个表姐啊 做的真是不咋样 不咋样 你就家庭条件再困难 嗯 说实话 你说老人住院了 你也不能说 你不来看 就只拿五百块钱 那是了 太不像样子了 别说五个孩子了 都是我有四个孩子 阿玛生命住院了 别说五千块钱 五万块钱 我卖鞋 我得给他臭气 嗯 那是 有时候老话 其实啊 说的也不会错 嗯 你看人家老话说 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你没有说养女防老的 对不对 咱不是说有 有对女 女孩有偏见 但是你这碰到事了 有时候咋说 儿子还是 咋说 比闺女能靠得住吧 那是 都说嫁急 睡急 嫁勾勾勾勾 他嫁给别人来 都在挺别人的 对不对 那是那是 那啥也不说了 我把钱先给你拿了 行行行 谢谢你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